台灣政府 中華民國黨有什麼台灣政府 沒有耶 但是他對我都說是台灣總統 看得到幾個 你們當時選台灣總統 你們不是選台灣總統嗎 有嗎 有的下去 不然你們阿伯不可以再說台灣總統 會不會笑 外國人會跟你笑 你台灣人這樣 明明你就選中華民國總統 對我都說台灣總統 阿伯媽英雄他也有時候好 他說我是來自台灣的總統 中國人很喜歡用那個理 當當當當時 來自台灣 為什麼從台灣去的 會中華民國總統 他中華民國總統不可以說 他說來自台灣的總統 所以 你就知道這些中國人都你騙 從頭到頭到頭到頭騙去 給你中毒 所以我們一天之後有去吃毒藥 包括那個定心的毒藥 那些油都說 我聽到定心我就很生氣了 拿那個動物用油 給你吃 最好理性的這種人是 煩一碰它沒嘴 無關我們保證給他拯救什麼 大便精煉了以後也可以吃 你要吃嗎 應該叫法官去吃 他說批霜,批霜長的新聞說批霜套給法國保隸也可以吃 實在台灣已經四回都顛倒了 這份新聞最大的厲害的事就在這裡 USMG,什麼叫USMG? United States Military,美國軍政府 所以去土耳其的時候,他們在海關叫他快速通關 我們這裡的動心都怕到 全世界也對你那麼好的海關 跟頭問說你為什麼對得這麼好 你不是拿這張身份證嗎? 對啊,這張身份證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沒有啊,很好啊,你這是美國法的 是這樣啦,所以有很多 這沒多久以前經過的地方告訴我 加拿大的台橋 有一段時間說去加拿大拒簽,不需要給他 有人說,不然你請這份試試看 已經這份新聞證 一聲就過了,一聲就躲回加拿大 兩年以後,現在躲回加拿大 這不是我說 你中法民說那張照片是怎麼來的,你知道嗎? 他的法源啊,法律上的來源 知道怎麼會怕手 你們拿一四人呢 那張怎麼來的都不知道 你就說,我就在國長的時候 一年、二年的時候,老師發給我的 發給你的啦,全班都有啦 有沒有,這就很高興嘛 我們那張是怎麼來的,你知道嗎? 我給你看他的法源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那張,那個公文 這個公文啊,所以他可以發給你啦 這個公文是什麼?你要看 發這個東西的人是什麼單位? 看得好喔 台灣姓行政政官公司 行政政官公司就是 中華民國他的占領軍 在台灣首席的台灣民政府 我們都不知道啦 我也不知道,不是你們啦 我沒有託以前我也不知道,說實在啦 後來我就知道,喔 這個中國人你騙騙得有夠工夫 台灣行政官公司 另外還有一個單位叫做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大家怎麼知道那個單位很怕 他可以幫你抓人 他可以幫你搶一下,他可以來捏幾 你說不知道他是什麼東西嘛 啊現在才知道 原來那個叫做中國軍政府 中國軍政府 他們就要在這個尖娘區 所以台灣是一個尖娘區啊 尖娘區一定要洗兩個單位 軍政府和民政府 台灣人傻傻傻傻傻 69年來都在這個傻傻的時候 比較多,夠怕了 這張公文我以前看沒有什麼 我覺得我們真正是 現在看,夭壽漏洞百出 來你看看 你看看,你主意看 你看他這張公文 對或不對,你看看就知道 台灣人民援席我國國民 好像第一句就不對了 五個國的國民 中國民國當時生日的 一九一二年對不對 台灣人一九一二年的時候是什麼人 日本人啊 你忘記了 一百九五年掛日本天皇嘛 對不對 所以一百九五年掛日本天皇 所以一九一二年的時候是什麼 日本人啊 日本人很辛苦 照國際法律 一八九五年掛日本天皇的時候 他有替你選擇 你如果要留在這裡掛日本人 你兩年裡面不要拼出來 你如果兩年裡面 你現在說我不要做日本人 我要回來清朝 要做清朝的人 可以嗎 可以 你不可以回去 那當時台灣的人口三百萬而已 三百萬的時候有多少人拼 一千三百二十個 拼回去中國 所以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要做日本人 因為拼年裡面那一千幾個 一千三百幾個 又收回來 因為去中國他說 他說我不要再生我 乖乖乖就回來 他說我要來做日本人 所以你回家 你就要乖乖做日本人了 好 所以 所以 元氏我國國民 一九一十年 中華民國成立 我們日本人 我們怎麼是中華民國的人 所以科技 在那個時候 我們就不是日本人 所以元氏 原來是香港的國民 看到鬼 那不是 日本人你說白人 來 你看 受敵人侵略 這敵人是誰 日本 日本有跟你侵略 我問你 沒有 是你戰爭失敗 你掛台灣人來背外 我這樣 好像說 說這樣比較粗塑 就是說 有人拼拼叫拼輸 所以那間房子說 不然這間人給你拼了 給你 你戳給人 你的怕孫子 才不可以出來說 我阿公那段 拼拼叫 讓你把我戳拼去 不符了 過後 糟糕了 那都不符了 所以 他說受敵人侵 叫喪失國籍 我們的初期班 第一句我要問什麼 占你不可以移轉租款 中國民國占台灣 不可以移轉我的租款 我的租款是什麼 我的國籍就不可以給我便 我的台義不可以給我便 你不可以叫我去做兵 這都是租款的表現 國土從荒 要第一次世界台灣建亞建宿 建宿啊 你不記得這樣 你不可以收那個中國的教育 還有八年抗戰 他贏 是他贏 我們是輸 美國在日本給我們等兩粒 我們輸 我們輸 建宿 國土崇光 哪有可能 你建宿是不是要崇光 所以公學節是假 有沒有 這幾年啊 我們一個選團 中國民國占的不敢說 十月二五歲 公學節已經不敢說了 我們也很辛苦 每個禮拜都在上課 都不停 四年來每一禮拜就上課 為什麼要教育台灣人 他六十九年的教育實在說非常成功 所以人家說台灣人是怎樣 好騙 不敢 拜託 比較好騙 我告訴你都是真的 你可以看 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號起 一律恢復我國國籍 我就不是中華民國的國籍 要怎麼恢復 你本來就不是要怎麼恢復 所以用這張文 我們台灣人死了之後 都讓這張騙人 其實 在同樣這年的三月份 中華民國台法官 有發一個通告 那個文的公告 他說什麼 台灣人民已經是日本的國民 台法官說的 他們自己說的 好 這張公文 所以這張帝書 紀念二月二月 我們去控告美國 控告中華民國 我們還有什麼東西 這很要緊的 所以你要看 現在這個鴨瓶 扶林在那個 美國的法政人DC的 國際記者會俱樂部 這個鴨瓶超過一萬 一億的人看過 美國的法官就會看這個鴨瓶 跟我們說 你要背嗎 看我背 當然要背 來 這張片你要看 來 這張有中文的反應 沒關係 我會開始 我會開始 開動 梅瓶 如果我可以 然後我會轉 給她 所以 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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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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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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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and nationality. She refuses to continually endure the ROC's unfair treatments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after World War II. This time, Mrs. Julian Lin and her husband together su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order to relieve Taiwan from the regime violating the human rights. Eventually, the goal is to achieve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status. May I please introduce Mrs. Julian Lin.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Julian Lin. It is my honor to make this brief remarks to you and all the world on behalf of myself, my husband, Dr. Roger Lin, and the 30,000 members of the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which filed a lawsuit for a declaratory judgment on February 27, 2015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ur lawsuit was filed here in Washington when it was February 28 in Taiwan. That day is the National Day of Mourning and the Remembrance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what is known as the 228 Incident or 228 Massacre. Beginning on February 27, 1947, Taiwanese protesters were violently suppressed by the KMT-led Republic of China. When the killing began on February 28, many thousands of civilians lay dead. This is how the KMT's white terror period in Taiwan began, a period in which thousands more disappeared. The 228 Massac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ersonal events in our modern Taiwanese history. When my husband, friends, my co-workers, and I think of these events of the past, we think of also of our present. When we think of our desire to no longer be deadless. In 1946, the ROC nationality decrees imposed upon the people of Taiwan,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 nationa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s a nationality that he never offered the people of Taiwan an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es of 1946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illegally depriving the plaintiffs of a recogniz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es of 1946 were delivered and enforced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es of 1946 stripp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their Japanese nationality and the imposing nationality of ROC are invalid. Our fight is the district court here in Washington, D.C. It's about degrees that were enacted decades ago that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have affected our lives every day ever since. On a human level, this lawsuit is about the personal identities of my friends and family, my co-workers and organizations members, and all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ffords us the same basic privileges as most of the citizens of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we or ou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were able to have a say in. Imagine that, going to bay with one nationality and waking up with a new one, being told, No, you cannot keep your home and the identity you once had, being told, No, this new identity that you never asked for, never agreed to is not settled, cannot be settled anytime soon, being told, Nearly everyone else in this world may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llows him or her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freely and then to come home and to belong. But you cannot. There is the basic sense of not belonging completely anywhere and we have lived with this now for generations. It is frustrating and painful to know that we are in this situation because of a decision made so many years ago to change a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 identity overnight. It is frustrating and painful to know that we have international rights that are supposed to protect us and our families and that the decision to take away a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ity has been allowed to stand to hold us for so many years. Thes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And I will lead you now, just one of them. As it is written, Article 15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 第一,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nationality 第二, no one should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nationality nor denied the right to change his nationality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invalidate these nationality degrees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exercise our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to determine for ourselves and our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re are many wrongs, many tragedies of the past which may cause us pain even today but which we cannot undo the nationality degrees of 1946 are a real kind of wrong injustice which we believe can be undone we intend now to fight to undo them god bless american god bless taiwanese thanks for all your coming and please support human rights for u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我們定說快樂、法理、革命 革命要有快樂的,不錯 極營都是老火,對不對 一般來說,不然就暴力嘛,對不對 全世界,如果像我們台灣民眾的極營 叫做快樂革命 因為我沒有叫你老火,沒有叫你老火 我們在家裡等就好 因為美國一定要打開 現在大家就等這個打開 所以現在大家在什麼 美國的打開 美國我們頭一次就是2,000萬人 10月20日 後來美國5月3、5點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 本土台灣人沒有政府 本土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的連絡 成為美國今天又贊名台灣 要求行政單位來主動來幫忙我們台灣民政府 所以當月2,000萬人的四月齊齊 酸盤、医癢一直比較怕你 人天明說美國都在做這些事情進行 AIT 你也知道嘛 就是美國 美國住在台灣的那個代表嘛 現在摔去哪 摔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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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美國本來 美國本的日葦和美都在台灣 vegan 九姑娘 富坪 有三條 美國台灣的主談 所以在 broke 他才會離開 他就是離開 你做什麼 你騙中國而已 因為騙中國跟騙我們台灣人 讓我們台灣人出錢你買武器 這話聽到這我就很想念 當然每次我講這個 美國就會幫我選一選 你不要再講那個軍購了 我說你不要擔心啊 中華民國沒有軍購的話 你美國佔領者也要買武器啊 對不對 美國如果幫你買武器就不能錢 你不會讓中華民國合價錢 什麼阿帕錢六百 三十隻賣六百億 現在存八隻可以贏 沒有那事情 那事情很過分 我看到這我就非常受氣 跟那個頂心一樣 我跟美國說他跟頂心一樣 他美國人就氣得要命 他說什麼我跟頂心一樣 我說你都做價給我們台灣啊 對不對 那些武器怎麼不可以呢 不可以 現在新聞都說實在話 都拚成功啦 最多的東西都給你啦 你來賣錢啦 他為了消化醫生他就煙燒啦 煙燒 煙燒 反正他打幾顆也不知道 那我就可以開玩了 那台灣人很高 一直賣錢一直賣錢 做到要死 我們台灣人喔 藝做 強做 西做 要做什麼 要賺錢 賺錢要做什麼 要購稅金 你自己去想看看 看你是不是這樣啦 台灣人喔 很愛賺錢的啦 你要相信嗎 你不好意思 我說禮給你聽 你要坐價錢嗎 你看你中途的時候 去坐價錢看看 明明那價錢 輸去路邊 菜叫來 三四行叫來 要開始拔下去 你說 運將運將 我要 頭前 好像 八十塊而已 你要賺嗎 我幫你保證 他總之一賺 他跟頭兒說 欸頭兒 我要做一團 你這個不要給我收 我待會回來再過來吃 你去美國去試試看 不要說美國 你世界所有的地方去試試看 如果時間過要吃飯 你跟他說 運將 要做這團 他不要搶他 你用一點半再回來 這就是民族性不一樣 台灣人呢 有夠高威 高威都沒頭腦 人家說什麼 你相信什麼 他說你是來自 欸中國的 中國人 你也相信 我問你呢 你什麼人的周先來自中國 沒那麼沒一隻 我怎麼說沒那麼沒一隻 我拿錢給你看 講火啦 鹽火你知道嗎 鹽火 有的說鹽火就很清楚了 林馬力 做醫生 在媽家的病院 富山科主任 已經鹽三萬幾個了 鹽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台灣人啊 都不是從中國來的 都是什麼 平屋中的血統 平屋中啦 你如果看你的臉 跟中國來的臉 一樣 你自己去臉看看 中國現在來很多的嘛 對不對 你把它比較看看 絕對不一樣 我說習慣給你聽 你家有計畫嗎 有沒有 我計畫的走 你不走也很奇怪 你沒有計畫有利 你不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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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走也 沒有走也 對不對 沒有走也 你不走也 你不走也 這是什麼 八部走的習慣 八部走的習慣 還有一個很清楚的 就是萬一 這是我萬一喔 我沒有跟他就說 你聽得好嗎 萬一 家裡的媽媽過心去 什麼人不走也不能放上去 阿姨 阿姨沒有 這都是平補族 的方式和重點 還說一個中國絕對沒有的 你們過年有嗎 媽媽都去廚房拜什麼 地基主 地基主啦 地基主是什麼東西 知道嗎 地基主是什麼 土理公啦 土理公啦 你們家的土理公 叫做地基主啦 要拜地基主 基求平安幸福 拜地基主 這跟台灣人有而已 平博祖有而已 太多習慣了 真的太多習慣了 你就看一看 普通是台灣人的日常生活 你就知道 你絕對不是中國人的後裔 你是平埔族的後裔 那台灣人也很奇怪耶 怎麼呢 那我說 日本時代就怎麼樣 日本時代給你這裡生番 生番 和熟番 熟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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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viktigt 熟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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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禮拜四季了 你要去看看嗎 到今天禮禮拜 什麼人是鄉手 根本找不到 民進黨之前做二十一年的總統也找不到 你一定會做十三年的總統 接下去阿扁做總統七年 剛才二十一年 這二十一年的總統 有人跟你查出來 說禮禮拜的發生者的鄉手什麼人 有沒有 和四季的都不知道 我跟你說一個索義給你參考 禮禮拜發生日一九四季 禮拜二八 經過十五年 一九六二年 那時候台灣的新政府有一個議會 議員問那時候的省警務處處長 日本人在台灣的河口普渣做得很好 他問到底你戶口普渣 有幾個銀口 他說有戶口沒有人的 沒那個人 有戶口沒有那個人的 查的結果是十二萬六千 經過十二億 日本的全國人有幾個 三萬九千一百的 哇 我跟你說過了 明天我們一百二十九的人 就要去建國新人 要去參拜 讓他靠到三萬九千一百的 十二萬六千靠到 也要有七萬多八萬對不對 四的人出來就是這個 但你會說奇怪 二禮拜那時候補充的時候 如果有希望的一個人補充 十八萬 那時候這幾個人去要求要補充 八百的人 八百的人 出了怎麼都沒有出來 不覺得出來 我所識三個就有兩三個 他說 我就沒有在空虎 這不經常是 國民黨在幫我們丟 我如果出來 要有時候 後來才補充 整個都沒得到 那補充為什麼 整個都沒得到 有啊 二禮拜發生的時候 他沒有那個手銬 他用什麼 用那個煙刷 種你的這個 手掌 從這裡種過 這樣一個鏈在那裡 在那個基隆 跟那個高雄的海邊 頭一個都撞下去 全都下去了 啊 真好感到 有一個人 就是最尾的那個 他會游泳 他就叫他脫離 所以他出來了 他有寫一本車啊 他寫一本車 寫那一間過 你如果跟你說 二禮拜 跟別人是恐怖 有啦恐怖 你絕對是想像不到 不怪 苦疼才 在藏那個影子裡說 他們說 替台灣打拼二十年三十年 以前如果說像台灣民進府這種的 老大療療療療 如果像我已經牽涉掉了 現在大家是靈魂在你上口 真的是這樣耶 但是我們現在 我站在這裡 我趕在你上口 還有這麼大聲 還跟美國的牽涉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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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還得到美國保護呢 他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人有十分證 都會得到美國的保護啦 你不用擔心 美軍喔 現在一直在這次 那這次也很多 這次以後 就開始會保護我們台灣人 所以今年的選舉啊 我跟今天為止 我正為賣 你怎麼算啊 你一定說 哇 你是大胆的那樣 四年前 的 十二月三十一 忘年會 我在台中選佈 馬英九的 贏贏贏贏 八十萬票 大家都抱歉 選舉之前我選佈了 美國下廣的 我跟美國說 欸欸 你不能去校內 我選佈來選 那如果不對齁 我台灣民主 就高興起來 他說你放心啊 你就大膽的宣布啦 我問兩三次 都一樣的大膽 所以我那天選佈 選佈之後 開始屁屁 一直以為十六 欸 那時機在說 哇 又有夠準耶 贏到八十萬 一整條一整條 再說一整條 那日本七爹團 聽我講 他也振臺 简直不敢相信耶 然後他都落下對 欸 你怎麼會聖輯啊 我說你真是壯 美国的CIA 在台灣有兩千名 兩千名 聽說這個朱立韻 也是CIA的官員 我本來想說朱立倫不算 但就要他出來算 因為那個紅袖剛才說 我才不要去美國 你看到貴 美國說你台灣是我的證明 你到現在這個歷史你都搞不清楚 你不要來好做你不要來換掉 朱立倫自己起來 現在朱立倫開了起來 尤其美國有 但是最近你看新聞 國民黨在脱散流海 早上的報章 今日的報章都有 幾乎所有的國民黨的董事人都在賣 他怎麼就賣 他怎麼就賣 他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很多他怎麼就賣 不用賣嘛對不對 我現在是台灣民政務要起來 起來絕對會成功 我現在不像阿扁那樣的 轉型整理都不在做 你台灣人的財產給我拿去 你不用拿回來 你怎麼說啊 台灣人很高興阿扁也很高興 阿扁也想說 我們這個政權就好了 好了 現在怎麼樣 你還要滾 中國人不會對你客氣 我再跟你說一次 你聽清楚 中國人對我們台灣人是把你當作爐勒 你賤書你賤白 你就要給我管 台灣人很高興 台灣人看到 以前叫做外星人 現在我們要叫他中國人 看到中國人 台灣人都像 看到阿公一樣 要這樣拜 台灣人的自尊都沒有了 你看中國人在我們台灣的統治很厲害 我台灣民政務 要派外國去國外的時候 派不出來 我們學生去美國留學回來 這個人很好 我叫他來 說兩位 他就說我派你去 不敢 我說是怎樣 我英語也不太好 你從美國回來嗎 我就不太好 你們看你們家裡 在美國留學 日本還好 美國留學 你說你的英語有很好嗎 絕對告訴你 嗯 在你們爸爸媽媽的東西都很好 在我的民情說的都不敢 不要啦 我沒有設斷 我做文書工作 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想一想 台灣民政務 要將台灣重新建立 要開始到達訓練 尤其這個孫雄 如果沒有他扁過來 你就躲起來了 不要啦 不要再去這裡 給你介紹說 民政務這正義 一些政策給你聽聽看 再見